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最近呢 王一博拍摄光明之路的路透生图出现了 整个造型看下来 有点壮形无名 UNIQ王一博禁组都快成罗生门了 因为自从结束无名路演宣传后 就禁组光明之路的拍摄 结果呢 很多人却一无所知 以为王一博没有禁组 更是因为带拍拍不到剧组任何现场路透 一度被怀疑王一博没有禁组 白色衬衣打底 再配合装发 看起来跟叶秘书造型很像 很多人说这组路透照是无名拍摄花絮的 其实不然 应该是光明之路的造型 因为足够的朴素 不同于叶秘书的那 说到王一博的新剧光明之路 这个角色背景跟无名差不多 都是民国时期发生的 自然装发造型有些类似 这次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 是一位金融界的精英人士 自然也是西装革履 但是不同于叶秘书 他是一个天赋型银行职员的逆袭之路 所处的身份地位自然不一样 这次王一博的路透照 看起来头发有点凌乱 坐在黄包车上 再加上王一博的头脸巨小 显得肩膀很宽 特别是这身复古的造型 棉大衣看起来很宽大 衣服很宽大的济世感 王一博的眼神跟表情 一脸的懵懵懂懂 貌似有点乖 看起来很可爱 真的让人感觉 有点孩子放学等妈妈的样子 其实 这个状态下的王一博 需要放空自己 来配合角色的扮演 更多的是他最真实的一面 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剧本 不同的角色 自然呈现出来不一样的感觉 最近的王一博 能够在剧组拍摄 估计铺天盖地的消息 自己也会看到 因为自己的说话 被人各种点评 甚至被嘲讽 这对于他而言 心情肯定是受影响的 再加上 外界对于他的关注度 从来不会低 如今转型演员的道路 任重而道远 其实 王一博本人不喜欢抛头露面 他也慢慢享受 演员这个身份 逐渐降低自己的热度 增加更有效的曝光率 才能让自己沉淀下来 专注于提升自我 哪怕被人诟病演技 更是各种冠名 他从家都没有对此发生过 只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好好拍戏 认认真真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比任何的语言都具有说服力 众人嘲讽他的不足 也不过是表象 这只能说明一点 他优秀发光的地方 已经让人嫉妒了 毕竟树叶有专攻 没有完美的人 电影的票房九个亿了 多半来源于王一博 演技跟口碑都迎来了逆袭 话不多说了 王一博的顶流热度 我们算是见识了 未来的演员之路 王一博只会更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